泰国福建会馆 这六个大字是士林通公主提的哟 今天滴滴在拥有上百年历史的泰国福建会馆 哇 我们福建省的地图 真的好喜欢好喜欢这栋建筑哦 里面会更加漂亮 泰国福建会馆是泰国华侨华人的地缘社团 建立于1911年 清水祖师公 马祖福建会馆历届的理事会就职典礼 这是第67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本届的正副理事长玉兆 这位是我们苏承志理事长 会馆里隐藏着不少的珍品 例如这一幅出自中国现代期划 第一开创者五眼山大师的巨幅 经济化原作孙中山全身像 这就是当时救济库辣水灾捐给政府的150万泰铢 泉州新疆联合总会 早在1872年 旅泰福建及华侨在泰晶曼谷 达拉诺尔建造神养圣兴宫 并在宫内设福建公所 后于1911年刘聪敏、萧佛城等人将公所改组为福建会馆 看红木的乡切抹背 非常非常好看 福建会馆以联络同乡感情谋求乔包福利、建山庄、办学校、修神庙 开展社会慈善、工艺事业、促进太中、友好为宗旨 萧佛城为泰国福建会馆的首任主席 后改称李市长 这个好像是稀有木头飘客的 中文报业之友 乔秦、宁四海、涟漪、巨古洲 哇 来到福建会馆 我就感觉回到了国内的某一个博物馆 看中文报纸 中国字 捐赠证书 荣誉证书 福建会馆一直在支持 效益和医疗方面的公益事业 泰国福建会馆成立100周年纪念庆典 今年我们就要庆祝110周年了 四灵通公主参拜福联宫、马祖庙 公主参拜圣兴宫、清水祖师宫 已经有200余年历史的圣兴宫 和在百余年前建立的福联宫 已成为居泰敏及乡亲的重要精神福地 它会完成你95周年的货礼 好有特色的吐楼 新鲜日报 放开70周年庆典 所以我们泰国的新鲜日报 是我们福建血统哦 泰国福建会馆在肖佛城主席之后的历劫先贤 始终建行传承和发扬振兴中华 而始至不语的崇高精神 团结服务相亲并积极开展 慈善福利事业 08年成立95周年合影 找找看我们现在的苏理事长 泰国福建会馆在疫情期间对库拉夫水灾 和贫困人士的救助慈善活动 泰国福建会馆在疫情期间对库拉夫水灾 创立派阁下历临第68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真的是捐赠了非常非常多的物资 很多很多的地方 很多很多的世界 现任泰国福建会馆的理事长 苏晨志先生的先祖父 是会馆的永远名誉理事长苏廷芳老先生 先大伯父苏国士先生 也曾担任过会馆理事长的职务 祖孙三代与福建会馆渊源深厚 有着血浓于水的情缘 下半年会馆将隆重举办 泰国福建会馆110周年庆典 第69届理事会交接典礼 以及泰国福建社团涟漪总会庆典 值得期待 这年的酒房斋节会很有意思哦 带你们去福建会馆下属的 盛新宫清水寺寺庙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我所凶做的 今天最好的 你去分别的